大家好,欢迎来到Dr.Tonic乱乱讲的地方 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麻烦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以及开启小铃铛 那今天很荣幸邀请到台湾医院的 密闹科大医师、Tristan的医师来到我们现场 那我们今天要接续上一次的主题 上次讲到所谓的男性不举的部分 那我们这一次就要跟他 请Tristan跟大家分享说 那到底我们能够接受什么样的治疗呢? 如果你今天是泡管的问题的话 你就要找密闹科接受后续的治疗 如果你是整个站车本身不能动 或者是说轮子不好、胖胖不好 可能今天你就要多做一些心肺训练、肌力训练 可以增加你的动作表现 但是泡管的部分还是要找专业的来修理 那我们请你轩医师来跟我们分享后续的治疗方法 谢谢谢谢 其实Dr.Tonic讲得很好啦 我们身体绝对是一整组的啦 所以我们泡管的问题 我们也常常会把病人退货 什么意思是退货? 就是发现说他光走楼梯走到二楼都传呼呼的 那就不是密闹科可以独立解决的问题 可能要先去看一下心肺做一下心肺功能 或者他可能根本运动不足 可是有一些人呢其实身强体壮 他跑步游泳 甚至什么网球、羽毛球都很OK 可是他等到晚上呢 要有所表现的时候呢力不从心 那这时候就是我们密尿科的专门 那前面有讲到我们一些诊断啦 或者是说怎么样是分类为 我们身体性的一个功能不举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不举的一个状况来讲 治疗层面很多 大家一定知道威尔刚希丽士 威尔刚这个东西他当年在22年前上市的时候 轰动世界因为他是史上第一个 在食药署核准 直接治疗男性功能不全的一个药物 它的一个作用呢就是让我们 阴经里面的小动脉放松 让更多的血液流进去 那可以让我们博起功能变得比较好 但是药物治疗不是唯一的治疗 现在在欧洲的密尿科医学会里面 认定里面第一线 就是第一次来就想做治疗的人 第一线的治疗总共有三种 第一种当然药物治疗 第二种呢是我们的真空吸引器的治疗 第三种就是一个叫做 低能量低于体外症候的治疗 药物刚提过了 真空吸引器来讲的话呢 很简单 它就是用一个低压的部分 把血液吸到阴经之后 在阴经根部里面呢 放一个束带 有人开玩笑说橡皮经嘛 让血液留在里面 这个的优点来讲呢 它就是完全是一个物理性的一个东西 所以它没有一个全身性的服作用 缺点来讲的话有 第一个因为每一个人的形状不同 大小形状不同 所以呢在台湾要找到很适合的真空吸引器 非常困难 是国外的太大还是 在我的认知里面台湾有食药数何准的 只有一种是从泰国进口的 那很像对我们对我们台湾人的体系 就是不顺就对了 第二个部分来讲的话 其实很好想象 男生都有基本的经验 很兴奋不是很兴奋 跟有点不太兴奋的时候 那个脏起来的程度是不一样的 真空吸引器能够带来的那个脏感 是属于比较像很不兴奋的脏感 所以呢使用真空吸引器 比较相对是交差了事敷衍面对的一种心态 我就是觉得另外一方有想要好好真空吸引器用一用 就把我今天该绞的功课绞完了就这样 可是对于男生的满意度是普通以下 所以不好意思我想要请教一下 就是那个真空吸引器是平常就要一直持续的练习 还是需要用的时候才用 需要用的时候才用 所以平常假设比如说病人一三五练习 这样子是没有任何好处的 还是说也可以增加他之后的表现 这方面我们比较没有经验 但是因为要小心的就是说 因为真空吸引器刚刚有提到 他吸引完之后怕血液流走 所以他会再根部放一个束带 对那放这个束带的部分呢 临床上有遇过的人忘记把束带拿掉 造成血液血管不良 甚至他后面的神经血管都有受伤 所以他还是属于低线治疗 但我们在台湾区 台湾来讲的话呢 这个我们临床使用的就是很少满意度也很低 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 呃属于低线很常用最好用 而且临床反应的效果最好的 就是低能量体外增波 那我们博企呢刚刚有提到 威尔钢犀利4他就是让我们的血管扩张 小动脉扩张比较多血流进去 那他需要扩张的原因就是 我们其实随着泥气变大 血管阻塞的阻塞啦受伤的受伤 所以从很多条小动脉可以冲进去 变成这些小动脉呢 逐渐萎缩越来越少 所以威尔钢跟希利4 让僅存的这些小动脉好好扩张 去把血位均取 我们的一个低能量体外震波 就是让我们有一个再生性的一个治疗 低能量的体外震波呢 打到阴晶的时候 阴晶的血管会以为他受伤了 他就会产生一个叫做 血管新生因子 就会刺激血管再长 长新的血管之后呢 本来两三条小血管小动脉 可以扩张流进去 现在长新的血管流进去 所以我们再生性的治疗 临床上我觉得效果是最好的 其实就是regeneration medicine 就是我们现在其实 不只是应用在泌尿科、腹腱科、骨科 像我们肌肉肌、肌肉、肌肉、韌带 或者骨科愈合不良 其实也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可以帮助他们修复 就是说黑虾可用在泌尿道系统的部分 其实我明白讲了 我们是跟屁从来 我们是学了别人 我们就是看了别人 早期有人糖尿病角 角呢他血液血管很差 就是用这种低能量振波 去刺激他的一个动脉的一个再生 让角的血液血管变好 从本来需要节肢变成不用节肢 泌尿科医师看到就是说 我们的阴晶也非常需要血液循环 那时候在欧洲希腊那边 就做了临床试验说 那拿这个低能量去打阴晶的时候 有没有机会让我们男性功能 男性血液循环变好 掌心的血管 结果呢发现效果很好 对我觉得血理跟逻辑应该是会一致的 他如果没效才是 才是蛮令人意外的事情 因为人体都是一样嘛 对啊 对那 假设今天就是说 病人可以在医院接受这些治疗 那他自己回家 他可以帮自己做一些什么训练 所以他是血管性的这种 治疗来讲的话呢 一定是很有帮助 可是我们刚刚在讲的 他是再生性治疗 身体一定是要能够健康 他才能够去做一些regeneration 他才能够去长 那什么叫做身体健康 基本上 睡眠通俗 你知道我们睡眠是我们身体 常在修复的一个时候 压力不能太大 我身体如果持续处于一个紧绷状况 身体都觉得我随时可能要逃难 要打架的时候 不会去再生 因为他随时 随时储备好 他需要逃命 对要逃命的 再来的部分来讲 就是一个健康生活 跟健康饮食 第一个刚刚我们时常讲到 而且现在也越来越少见 但是我们还是会提到 就是觉得要戒烟 戒烟来讲的话 因为抽烟会让我们的 末端血管收缩 而且他会产生非常多的自由基 会伤害到我们身体里面 本来的一个器官 所以身体里面光修复抽烟完的受伤 他当然没有控制掌心的血管 运动非常帮助 如果我们血液循环来讲 我们需要血管扩张 我们需要更多的血液进去 我们知道我们血液来 带来的是氧气 带来的是氧分 所以我在运动的过程当中 我血管扩张 我血液循环变好 绝对也帮助很大 所以我们在做 低能量体外振波的时候 我们希望我们的病人 可以做任何 让骨盆腔血液循环变好的运动 我觉得这 而且运动也可以增加他心肺功能 我记得之前有遇过 一个病人 退下性关节来找我 然后他看一看 然后他就很不好意思的 偷偷问说 他跟他老婆 到了一半的时候 他觉得很喘 然后就 虽然他觉得他功能还OK 但是他就觉得很累 也不想做 问我说 该去找哪一科 我说 听起来好像 泌尿科的部分还蛮OK的 我觉得你应该先去做运动 比较实在一点 对 而且那听缺医师说 好像这也可以增加 那个本身炮管的功能 所以是一件二顾的事情 那我们今天很谢谢缺医师 跟我们分享 那个男性护举的治疗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麻烦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我是Dark Monika 那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最后一个 OK 再 我们下期再见